就是其他部分 当然你设定完之后 记得就是在general这个地方 把这个打勾一下 这个地方 show quickly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文件 那时间的话 delay多久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 看你这个时间 大概就是毫秒 大概就是0.5秒 它可能停在那个0.5秒之后 它会把它秀出来 你如果希望短一点 你可以把时间稍微调整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那个字的大小 其实我发现这个 我们一个解析度调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字大小要调大的话 其实在这个editor里面 这边有一个form 你可以把这个form的size 本来是12 你可以稍微把它调大一点点 相关的讯息 反正就是稍微自己再调整一下 把它设定比较清爽一点 让各位习惯一下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开发enjoy都会在这个地方 当然开发环境的话 不只是只有这个 因为我们还比较习惯Eclipse 那Eclipse的操作方法 或者是说你两边都要同时使用 当然也OK 像我有时候 反正习惯以前Eclipse 先把Java先写完 那也许你可以回到那里 但是呢 因为在我们之前那个版本 我之前好像给各位一个 是4.22那个版本 那如果说你要把那个4.22的版本 也把它run起来的话 其实它们两个是相同 而且不冲突 另外它就是可惜的版本 那怎么去操作 其实也非常简单 这个都是直接放了 然后解压缩出来 你只要注意是执行哪个地方 这边有Eclipse 把这个Eclipse把它执行起来 它会问你说 那你的SDK放哪里 SDK就放这里 enjoySDK 实际上它的概念蛮像的 因为我把开发环境 跟SDK就放在一起 以后的话一个资料夹 可以把它同步 不过因为我这一台 我看一下 这一台好像没有装32bit的那个 那个JDK 所以可能run起来 我试一下 把它好像也OK 那如果说你要执行那个 就是两边 两边都要能够用的话 那你其实第一个也是一样 它免安装的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OK 可以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它 就是 执行enjoy的部分的话 那它会问 就是会问一个问题 说你的enjoySDK放哪里 那你只要把enjoySDK指定给它 它就可以run 那里面的话 我印象中 这个地方 那先它会问你说 你的工作区在哪里 那工作区部分的话 这个是我们旧的啦 那也许 其实你可以在另外起一个 也许是什么 这个java部分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也许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enjoy好了 然后前面的日期的话 把它改一下 今天是7月几号 10 20 20 20 日过好快 OK 按确定 好 那第一个当然 你把它启动起来 它的使用方法都一样 它是workspace的 workspace的概念 那那个 Android Studio不是workspace 它是一个专案就一个资料夹 一个专案就一个资料夹 那我是觉得 有时候workspace好像比较方便 因为它就那个workspace 一个资料夹里面就是你之前做的所有的专案 而且Eclipse的好处是你可以放java的东西 也可以放Android的东西是放同一个workspace 它两边是不会冲突的 那只是差别就是说 这个Eclipse里面呢 当启动的时候 你必须要多做一个设定 哪个设定呢 就是说 这边它会问你说 你的那个Android的SDK放哪里啊 它找不到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就把它关闭起来 你就告诉它 我的习惯 可以先取消一下 我的习惯是在哪边设定呢 在视窗里面 会有一个喜好设定 在喜好设定里面 会有个Android 这个Android的部分的话 这个把它关掉 它会出现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SDK location 那你就把它怎么样 浏览一下 找到我们刚刚放那个SDK的路径 那因为我是放这台电脑里面的滴碟 滴碟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我是放422吧 然后这边 你把它展开来 422里面的这个Android SDK的那个window 里面的话呢 当你按确定之后 再按一下套用 它会自己去里面找找看 有安装了哪一些版本的这个SDK 那如果你按一下套用之后 它会去里面搜寻 然后OK 因为这个POR 这个POR 8700 有没有 其实被占用 因为被我们Android 没关系把它按确定掉 OK 这个时候 我里面其实有装了几个版本 123 不过这里有些比较早期 但是422其实是OK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拿它来做这个 就是Android的开发 那这个环境 我看看使用起来 基本上也是这样 新建什么 Android的什么 POR 8700 对吧 那如果你要在这里面 再新建一个Hello World 一样 反正就照那个 一样的步骤 step by step 甚至 刚刚的程式码呢 也可以贴过来 两边是可以互通的 没有问题 OK 那一般大部分的其实 是从 你可不可以做完的东西 旧的专案 如何会到Android Studio 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如果有需要用到的 Eclipse部分的 那你也可以利用这个环境来做 旧专案的开发 好 那这个是有关Eclipse的部分 那当然刚刚我们程式 最后还有一个部分还没完成 总共会有三件事 也就是第一个 如何把那个颜色做变更 变成红色的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可以在那个 我们的事件的下方 假设你一启动之后 你希望就去变更它的颜色 其实很简单啦 就做什么呢 这地方你可以 就是针对那个 CastView 因为它是一个物件 你把它点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这个奇怪 它这个全形半形 它都会切成全形 OK Set 你打一个点 Set 那因为我要设定的是它的Color 所以你打一个 Set之后 这边有一个SetTestColor 有没有 Enter一下 那如果说你要选取颜色的话 几个方法 因为它里面是会提示跟你讲说 请你给我INT 那这个INT 你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几 就是用那个 16位元字的方法 去输入你的那个颜色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什么 Color 你可以打一个那个 它里面有一个内建的 叫Color的一个 Enter 这里面有一个内建的一个常数 它已经帮你做好归类 就是Color的颜色 它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你只要打一个Color 你需要什么颜色 点下去 它这边都会出现 比如说你要红色的话 那你又选什么 红色的给它就可以 然后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常数 转成一个整数 那如果你不会key那个颜色的数 不然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去输入那个什么 紧FF0000 就是用网页那种方式 如果你做网页的话 可以用16近位置的方法 去输入颜色 那第二个是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其实就是什么 Test Size 那特别之后 这个Test Size 它需要的是一个辅点 所以你输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一样 你把它点Set Test Size 那后面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 给我一个Float 不过它好像有两个 一个INT跟Float 其实都可以了 一般习惯是用Float 就是辅点的部分 那辅点的话 我当然给它输入30F 假设我要30F 它会给我一个30号的字 好 这样的话执行起来 各位看到的 就会是有字放大的效果 那当然未来 你也可以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按钮 放大 缩小 按下放大 它字放大 按下缩小 它就缩小 不过可能要额外变化 OK 也许另外我记得之前 也有做一个变化题 就是我刚刚讲的 颜色 有没有办法 你用乱数 配合Mass.random 自己去产生一个乱数的颜色 把它显示出来 OK 是没有问题啦 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 自己每次显示的颜色都不一样 OK 这两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是当我按下 这个 它会增加次数 那如何增加次数 实际上我是在这边增加一个 Count的一个变数 那其实做法 像我习惯这样 先输入一个Count加加 这应该看得懂 那Count加加 它没有宣告 其实你可以Auto键加Enter 有的时候你懒得输入 那你就这样 你懒得宣告 那你就先不要宣告 再按Auto加Enter 不过特别注意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 这个变数 是要放在哪一个区域 是放在Local 就是区域变数 还是痊愈变数 特别是这个地方不要选错了 因为如果你放在区域变数 放在Uncreate里面的话 它当Uncreate结束 它就不见了 又归零了 所以你按下去 一直又归零了 按下去又归零 所以你必须放在什么 Uncreate的外面 要放在痊愈的位置 所以记得 你不能用Local 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它会帮你宣告在 Uncreate这个里面 这样会产生错误 所以请记住 宣告在什么 痊愈的位置 痊愈的位置在哪里 基本上就在这里 我选第二个 然后它会帮你 放在Main Activity这个地方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它问你说 是不是INT 还是Bite 那我用INT好了 前面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加一个Private 不过基本上Private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我们这个类别里面 可以使用 外部的类别无法使用 不过其实没有影响 那我们加了这个之后的话 就可以抗测 基本上 它因为在Uncreate的外面 所以它并不会受到 生命周期的影响 不会说Uncreate结束之后 它又就消失了 它会一直存在在这个 那个跟什么呢 跟这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 其实同时的 当然你离开之后它会归零 可是如果说这个Activity的存在的话 那这个变数里面的值 就会一直存在 那我把它怎么样 当我按一下一下 它会加加 加加的话就是加一次 它预设值是0 那按了一下 它就加加 就变1了 等于是Count 等于Count加1 加了1之后的话 它就变1 然后把它怎么样 显示出来 您按一下一次 然后再按一下 您按下两次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有这个变化了 所以请各位 把这个变化题加上去 但是你会发现 把它back back掉 它就什么 on destroyed 那就消失 所以 如果你再把它呼叫起来 按Hon键 Hon键按住不要放 而且Hon键按住 会显示你之前 曾经执行过的App 那你就再把它点击 OK 把它点击 它会执行起来 这个时候又恢复了 看着里面没东西 按一下 又从第一次开始 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按Hon键看看 Hon键是 它没有执行 on destroyed 看一下 然后再去执行 然后再去执行它 有没有 还是实 为什么 因为这个activity 它的生命周期 还没有走到 on destroyed 所以特别注意 使用习惯 因为我常常遇到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的手机 一直跑越来越卡 而且越来越烫 越来耗电 我说你是不是平常 离开App的时候 都按Hon键 他说对啊 我把它当iPhone用 因为iPhone只有Hon键 iPhone没有back键 所以iPhone的人 就很习惯 他就对啊 我把它按Hon键 我说你所有的东西 你执行过App啦 通通在背后执行 所以该执行还是执行 该耗电还是耗电 该吃记忆体的 还是吃记忆体 他说哦 这电越跑越慢 我刚才想说 下一次啦 你注意 你就按back键就好了 这个问题 完全可以解决 你不用换手机了 只要换一个使用习惯就好了 所以这部分很亏 那当然那个什么 那个Apple的那个iPhone 他就变成说 怎么Hon好像还有多功能 点两下跟点一下的差别 有没有 点两下 还可以把那个记忆体 里面正在执行的那个App叫出来 那可以把它关掉啦 应该是这样吧 像以前我用过好像是这样 就是Hon键快点两下 会跳出一个清单 目前执行的App 那你可以把它关掉 应该是这样 使用iPhone的同学 是不是 是吧 还是你也没用过这个功能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试一下就是说 把那个刚刚的 第一个就是说明 说明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那把安装起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环境的 那个质的大小 如果你要调整的话 你可以到 也是Setting里面 去做一些设定 那再来我刚刚也用过那个Eclipse 如果你要把Eclipse这部分 来来做开发那个 开发这个Android的话 记得就是主要 你可以设定那个Android的 SDK的Manage 就是它的路径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是再把那个我们的App里面 增加两个部分 三个部分 一个是字把它更改颜色 那一个是字的大小 把它稍微放大一些些 最后再加上一个那个 就是总共按一下几次的这个部分 那顺便也练习一下 就是你那个Activity的生命周期 按Home键 跟按Back键 结果是不一样的